我们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这两个月最喜欢的 都听清晰的 所以我们在路上 我们在路上 还有我们在路上 我们在路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老师有说 这个歌没有词 也没有代表什么心情 但是你如果 现在不开心 或是很开心 你也可以唱这个歌 去表达自己的心情 不同的人在唱歌的时候 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我可能转音的 或者是我套词进去之后 就会长音长跟短的地方 就会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唱这首歌的时候 它就是不同了 但是我可能在这里 我们在一起的歌声 也没有电话 我们在一起的歌声 这首歌的功能 那么我们在剛才 这首歌的功能 是同时的歌声 也没有电话 我们在一起的歌声 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歌声 我们去尽管了 以外我们进院 在台东生活美学管理 在台东生活美学管理 在盘卫院到部落学歌谣 2019北南歌谣班在马瓜谷 在台东生活美学管理 主语是目前来说很少用到的嘛 那这些歌除了加深对字的印象之外 也是加深对歌曲的故事 告诉我的下一代 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让他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的一些文化 借着这个歌谣的学习 传给下一代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团体可以投入 我们在某些东西 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我们就有更多的人 当时我们的歌谣班计划 第二年 在某个人们的 这就是我 以后 我们会继续的 如何 在某个人 我们会继续的 在某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